新展银行的数码服务出现故障 有用户投诉从今天的早上7点左右开始 就无法登陆数码银行服务 包括无法进行数码支付 也无法更改密码 目前数码服务正在局部的恢复当中 新展银行今早在社交媒体Facebook贴文说 用户暂时无法使用数码银行服务 银行目前正在解决问题 不过提款卡和信用卡服务并没有受到影响 一旦数码银行服务恢复后 将会即刻的通知用户 新展银行也向顾客保证银行系统安全 无法登陆的数码银行服务 也包括了电子支付服务Payla 据了解有300多名的用户申诉 无法使用新展银行的数码银行服务 包括网上银行和手机的应用程序 银行后来在接近价5的1点10表示 数码服务正在局部的恢复当中 用户登陆后可能需要更长的等待时间 感谢您的观看